大家好,我是依法半导体安全与连接事业部的技术市场经理孙超 那么本次工业峰会呢,我们为大家展示了一套 结合了安全MCU,安全加密芯片 以及NFC无线供电技术的非接触式的安全认证方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套方案呢,由主机端和从机端两部分组成 那么主机端呢,采用STM32U5这样一颗安全的MCU 同时搭载了一颗高性能的NFC读写剂芯片ST25R3916 那么在从机端呢,采用了一颗低功耗的MCU 以及NFC的动态标签芯片ST25DV 还有这个我们的安全芯片STSAFE A110 那么整套方案呢,在安全性和可靠性两个方面都具有比较显著的特点 首先在安全性方面呢,主机端的安全MCU 搭配从机端的这个硬电加密芯片呢,使得整个方案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安全的等级 从机端采用的这颗STSAFE A110呢,是一颗专门为健全应用打造的安全芯片 那么它通过了CCEL5加这样一个比较高的安全认证的等级 那并且针对这颗芯片呢,ST还可以提供定制化的证书烧录的服务 使得我们的这个安全类的应用呢,能够达到进一步的保障 那与此同时呢,这套方案最大的亮点呢,还在于它采用了NFC无线供电技术 也就是说在主机和从机之间呢,可以同时借助NFC来实现数据和能量的无线传输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从机端做到一个完全无源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说非常适合把这套方案集成在不方便采用有线或者电池供电的这样的部件上面 比如我们的这个无源耗材这些应用上面 那整个DEMO的工作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开关来控制这个从机端安全芯片是否介入 当我们打开开关呢,主机端就可以通过NFC来读取到从机端安全芯片当中的证书 并且对证书的真伪进行验证 那当判断到这个证书合法这样的结果之后呢 主机端就可以点亮这个绿色的指示灯 表示这个是一个合法的设备 那当我们关闭开关呢 主机端无法读取到从机端的这个证书 或者另外一种场景呢 是主机端能够读到从机的证书 但是验证这个证书是一个非法的证书 那么它也会在主机端生成一个判断的结果 就是代表这样的这个设备是一个非法的设备 那这样一套这个非接触式的安全认证的方案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实际应用当中的痛点呢 我们以这个工业打印机墨盒的这个防伪识别为例 那传统的方式是采用这种有线连接的方式 那么它的这个缺点呢 在于这种接触式的触点容易老化 另外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呢 由于震动等等会造成这个触点接触可靠性比较低 这样的问题 那另外呢 这种有线的这个连接呢 由于需要保留这种触点 外露的触点 也为这个安全数据的这种监听或者是加 或者是这个破解提供了一些可能 使得这样的这个传统的方式在应用的安全上 具有一定的这个风险 那么如果采用这样一套非接触式的安全认证的方案呢 就可以非常好的解决以上的一些痛点 提升我们应用的这个可靠性和安全性 好 以上就是我对这套非接触式安全认证方案的介绍 谢谢大家